一副专案 您接下来收看的是 齐开得胜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华财经台 欢迎收看齐开得胜 我是张家豪 阿豪有非常多的机会 常常跟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做一个交流 可是每每在交流的时候 阿豪最常遇到我们观众朋友 问阿豪老师的一个问题 他问阿豪老师 阿豪老师 到底这个期货 要怎么样才能够赢得漂亮 各位 你怎样观众朋友问这个问题 他背后真正的理由在什么地方吗 各位观众朋友 其实有超过的机会 大家一定都有做对的时候 但是问题是 你一段时间操作下来 你会发现 你的交易成本很高 所以到最后 你终结小赢小输 甚至到最后 你为了赢一只鸡 赔掉了一头牛 你知道阿豪老师说的意思吗 所以观众朋友 其实他非常的锐利 他问阿豪老师 阿豪老师你在台面上 我也非常信服你所说的 那期货操作 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赢得漂亮 减少那个交易的成本 各位 其实期货 你不要把它看得太困难 可是你要赢得漂亮 这个就需要非常多的技巧在里面的 期货不是说卷起袖子 就是拆到底 在火里挤烫 那期货到底要怎么样赢得漂亮呢 各位不能够瞎猜 不能够瞎猜 你必须要针对目前的趋势 而做出正确的策略应对 你问阿豪老师 这是什么意思 各位 其货它说简单很简单 可是你如果搞不懂这个美感 你怎么做 你都会发现自己就是没有办法赢得漂亮 趋势有几种 趋势其实很简单 就只有三种 如果趋势向上 二话不说买进 趋势它如果是向下的话 那当然是要放空 但重点是很多人会输在什么地方 输在没有趋势的时候 什么叫做没有趋势 没有趋势就是在那边去做震荡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不可以追高杀低 你要采取的是高出低进 加选指数这一个礼拜五个交日 从礼拜一扣关9000点这个关卡之后 到今天礼拜五 你发现它牢牢的守在这个9000点的整数关卡之上 可是坦白说 这个礼拜 你如果不知道 它是一个震荡格局的话 各位 这个礼拜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涨跌 可是这个礼拜却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在这个市场里面被左拔右拔两面爱耳光 简直都觉得这是什么行情 怎么这么多拍着 各位输在什么地方 不是输在你不会做 而是输在你不知道 它目前走的是一个震荡格局 而是输在你采取的策略 你采取的策略 不是针对目前这个趋势 所采取的一个高出低进 所以阿豪的节目 为什么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看 礼拜一 7月18号 在7月18号当天加权指数 第一次扣抵9000点这个关卡 阿豪告诉你 它走的是A B C 西坡没问题 但是重点是在什么地方 重点是 如果在转折还没有浮现之前 你做空的风险 这个不用阿豪讲 你都比我更清楚 可是短线因为它急涨的空间 确实已经拉大了 做多面临的是什么 你说 你会面临一个得不偿失 你会冒很大的风险 但是你去赚取那一点点利润的结果 所以现阶段 期货指数操作要做什么 高出低进的价差操作策略 这个是在什么时候 这个是不是在礼拜一 是不是在礼拜一 在7月18号礼拜一 为什么要采取高出低进 因为在礼拜一 阿豪就判定这个趋势 它根本就是一个震荡格局 在这个趋势 在它没有走出一个方向之前 你这个礼拜 你如果在采取之前的那种 最高杀低的话 各位 这个礼拜过去了 你自己算一算 你在这里礼拜吃了多少亏 可是相对的 你如果是我的观众朋友 你如果在礼拜一 收看阿豪老师的节目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到今天礼拜五 你发现 五个假日过去了 这个盘式确实就像 阿豪老师所说的 它就是没有趋势 它就是在走9000点 这个整数关卡的一个震荡 所以在这一个礼拜里面 你如果采取的是 跟阿豪老师相同的策略 高出低进的话 你这个礼拜 你可不可以赢得很漂亮 你可不可以减少 很多不必要的停损 减少你的交易成本 才是市场上赢家他们心里面在想的事情 礼拜一跟你讲完高出低进之后 礼拜二 7月19号 指数再往上攻高没问题 但是你如果放大去做一个观察的话 各位这个地方做一个放大 礼拜二它是不是开始出现下引线 那它在做什么 它在做震荡 礼拜三呢 礼拜三收了一个黑K棒 它在做什么 它在做震荡 礼拜四呢 礼拜四在攻高没问题 可是它有没有光头光脚的长红K棒 没有 礼拜五呢 到了今天礼拜五 你看到的是什么 礼拜一 跟你讲它是一个震荡 要高出低进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到礼拜五 虽然到今天 它仍然在9000点以上 可是各位 这个礼拜 你如果在礼拜一 你就非常知道 非常清楚的知道 它是在走震荡格局的话 如果说你在礼拜一 你借由阿老师的分析 你在这个礼拜你确确实实采取高出低进策略的话 这礼拜你会赢得很漂亮的 我们不要提在每天提 我们就提今天就好了 今天礼拜五大家印象最深刻 今天的盘事坦白说 行情很大吗 行情不大 可是你在这个礼拜 你光是在今天 我们不要举整天 你光是在8点45分到10点之前 这一点半斤的时间 各位 你如果采取的策略是最高沙滴的话 你知道你这个周末会过得多悲惨吗 今天是礼拜五 我们就取10点之前就好了 10点之前它走的就是标标准准的一个震荡 你如果采取的是最高沙滴的话 你知道你今天收完盘之后 你会多oh吗 早盘一开盘 哇一开盘跳空下来的时候 你会在这个地方做什么 你会在这个地方做什么 你会说啊老师我会再看一看 好那等到他拉上去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 买多啊 这盘是不是要继续涨吗 各位那你买多的时候 在8976这地方买多 他刹到8948的时候你会做什么 你会说啊老师我会鼻子磨得挺损 如果我还有一点钱的话 我就会在这个地方去防守放空 你如果在8948這個地方 你不認輸你反手放空 各位他又嘎到平盤以上 你會做什麼 老師我已經連續被扒了兩下了 那這時候我如果手上還有資金的話 如果說我的老師再繼續叫我再放空 在這個地方再去反手的話 我還是會繼續翻多 各位你如果在這裡翻多 台價8928點你會做什麼 你會說老師我快沒力了 我真的已經沒有力氣了 可是你回過頭來看 一段 兩段 三段 四段 你如果沒有方向 你如果捲取袖子就要抓他黑白拼 抓他黑白中 各位你有多少錢他好輸 你有多少錢可以陪著你的老師 這樣子左巴右巴 所以大家的觀眾其實頭腦很清楚 他遇到阿浩老師的機會 他就問阿浩老師 阿浩老師怎麼樣贏得起貨要贏得漂亮 怎麼樣節省我們的交易成本 怎麼樣減少那些無謂的停損 策略啊就是策略而已啊 如果說你在今天你收完盤之後 各位你才發現原來十點之前 他根本在走的就是一個區間震盪 在這個地方你如果把阿浩老師的策略聽進去 採取高粗低勁 各位你得到的是兩個字贏 而且你是贏得很漂亮 可是你如果一點方向都沒有 你像一隻無頭蒼蠅 哇一下子反手做多 啊一下子停損又反手做空的話 各位三次就好了 三次就好了 你有多少財產可以這樣子去賠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其實喔 我說那不是說要批評別人 可是這個是很多觀眾朋友心裡面的痛 你說阿浩老師 那真的是簡直就是那種棉花糖老師 吹得那麼大 可是我們實際上咬下去 根本就什麼東西都沒有 因為他跟我們講的根本就是不識績笑 根本就是在講不識績笑嘛 我們還是傻傻的去跟他咬下去 發現哎唷 怎麼會這樣啦 各位我們不要批評別人喔 可是我在旗開得勝裡面 我盡量的讓我們所有 我們旗開得勝的觀眾朋友知道 阿浩我怎麼做 我為什麼這麼做 到底做完之後 我們得到的是不是好的結果 我都請行車車跟大家講 昨天有沒有跟各位講 今天的機會在哪裡 昨天是7月21號 禮拜四 好 是不是用兩點跟各位講 第一個 他在最後一個小時 他出現的是一個掉人線 可以的話這個地方再做一個放大 這個是禮拜四的60分線 8月的台子期 在禮拜四 他是不是最後一個小時出現掉人線 好 掉人線 那這個低點 他跌破的機率非常的高 更重要的是 在相對的高檔收兩黑 神智K線第一條 高檔收兩黑 必有低點 8966這個點必破 哦 這個是不是在昨天 禮拜四的時候 我給我們所有觀眾朋友 大家都準備好了 這個就是今天的賺錢機會 更重要的 再更細微的 再讓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看得更清楚 你假設在盤中你沒看到 這點你也看得很清楚 對 昨天 昨天很特別 重點是在這一根黑K棒 重點是在這一根紅K棒 可以的話我們再把它做一個放大 昨天突然一根紅K棒衝上去 可是衝上去之後 哇 這個指數 他就不能夠跌下來哦 他竟然在快要收盤的時候 他跌破了這個起張點 8970點 我們再回歸這一根K棒 我們把量的因素考量進去 我們發現 能夠在五分鐘之內 倒出來4938口 這個絕對不是一般的投資人 可是這一個他既然是市場上的主力 所做出來的價 可是他衝上去之後 卻跌破了他的起張點 我們合理的懷疑 我們也有理由相信 他這個地方已經做出了一個動作 他是在破線掃空單的停損 順便做優多 那他的起張點8970點 這個點位 逼迫 這個是不是 這是R 昨天在節目上跟你講的機會點 但問題是 你昨天你就知道主力 他已經在盤中這樣子暗示你的時候 藉由R 老師的提醒 你知道他已經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今天要怎麼樣跟主力 站在同一個陣線 我不知道你今天是怎麼去 贏這一條錢的 可是你如果是我團隊的 會員朋友的話 你在昨天說滿之後 你就知道今天的規劃是什麼 這個是昨天 我們每一個會員朋友進到團隊 都會收到的盤後報告 今天的規劃 7月22號 規劃操作策略有兩個 第一個 當指數拉升到8992放空 坦白說今天的指數還沒有 R 老師規劃得這麼強 第二個指數他如果 跌破了8966要去跟進放空 這個是不是昨天 我們每一個會員朋友 就拿在手上的規劃 只要今天他跌破8966 空單就是要進場去追擊 因為在昨天我們就看出來 今天的機會在什麼地方了 昨天R好怎麼看出來的 昨天R好怎麼看出來的 來各位再複習一次 昨天R好怎麼幫你看出來 今天賺錢的機會 這個是昨天 昨天R好是不是跟你講 最後一個小時掉連線 而且高檔收兩黑8966必破 這是昨天 各位 這個是不是昨天 來這個地方做一個放大 這個是不是昨天 做個比對 昨天是不是在這裡8966必破 是不是這個點位必破 好 今天這個點位有沒有跌破 你如果說這個點位一開盤就跌破 那也就算了 今天他有沒有拉上去 再跌破 好 但是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今天這條你有沒有跌到嗎 這是R好要請教你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這時候你也會問R老師 R老師 您會員朋友今天有跌到這條 各位休息兩分鐘之後 R好清清楚楚的跟各位報告 既然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賺錢的機會 在盤中 我們怎麼樣實際的去行動 扎扎實實的把錢抓到口袋裡面 更重要的陰線吞噬 那下個禮拜 你要火力全開了嗎 休息一下 等一下兩分鐘馬上回來 噢 噢 流汗水吧牛 噢 快樂水滿牛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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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自尽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够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够得投顾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好妈妈 用心即用先 每天轻松享用 健康美味的鱼料理 庆祝好妈妈 以时周年庆 全省各大卖场 均有促销活动 欢迎全购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够得投顾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倒着喷也OK 有本我草本驱文系列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够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尽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够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够得投顾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谢谢你 这么用心熬红豆水照顾我 精血红豆 自然食材 先煮后焖 浓浓红豆香 水当当好气色 万丹红红豆水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华财经台 来 期货怎么样 节省交易成本 不只要赢 而且还要赢得漂亮 其实很简单 你要有非常精准的规划 你在它还没有出现机会之前 你就要看得出来 昨天我怎么告诉各位 今天去探钱的机会在什么地方 昨天是礼拜四 7月21号 礼拜四 然后用8月台子期 60分线告诉你 来 高档收两黑 相对的高档 收了两根黑黑棒 它必有低点 低点8966 必破 更重要的 最后一个小时 它呈现的是一个吊人线 在双重机会出现之下 我们知道今天礼拜五 这个8966一定会灌破 我们在昨天礼拜四的盘后报告 进到团队的每一位会员朋友都可以拿到一份盘后报告 在昨天盘后报告 我们就清清楚楚的规划 今天礼拜五 7月22号 只要指数 来 这个地方帮我们做个放大 指数拉升到8992 这个当然是利润最高的空点 可是今天盘四比R规划的还要弱 指数从颈线拉回跌破8966 这个地方要做什么 跟进放空 昨天收完盘之后 每一个会员朋友已经准备好了 既然我们知道他8966一定灌破的时候 那今天开盘之后 怎么样节省交易成本 怎么样不只要赢 而且还要赢得漂亮 一通文字简讯送出去 早上的9点47分 人家已经被双巴 已经被三巴 已经不敢再跟下去了 可是9点47分 一通文字简讯送到所有会员朋友的手中 台子08目前报价在8966 直接试驾 空担给他夾下去 是不是9点47分 这是不是依照我们的规划 盘中只要touch到那个价位 符合我们的预期 一通文字简讯送出去 全体会员朋友全力出取 8966空担给他夾下去 夾下去之后呢 老老师 夾下去之后 这比空担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怎么样 各位我先给你看 8966在哪里 8966在这里 今天空在这里 赢得漂不漂亮 老老师 空在这边真的太漂亮了 10点之前我们已经被 三个耳光已经都挨出 都停损出场了 可是你在那个地方 哇一下去 真的很漂亮 各位 我要跟各位报告的 是接下来的这个重点 阴线吞噬 注意听啊 在今天10点18分的时候 我发了一通文字简讯 给我们每一个会员朋友 今天大盘 它收在909点之下 K线它就会呈现阴线吞噬的格局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加权指数它将下探到这个点位 如果它没有收在这个之下的话 它就会呈现震荡走势的格局 这个是不是在10点18分 我们就发文字简讯 告诉我们每一个会员朋友 各位不是欧白中 我们每一个团队的会员朋友 清清楚楚的知道 我们怎么样去打赢这一场仗 我们怎么样用最少的子弹 去打到我们最想要的一个结果 这个就是你跟这样 老师团队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既然我们都已经 这样子去做一个规划了 那这一笔单 我们会做怎么样的一个处理呢 各位到1点31分的时候 来VIPA会员手中8966的空单 续报留仓 这个是不是仓位的规划 8966这笔空单 我们进去之后来 续报留仓 各位8966在哪里 8966在这里 今天空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续报留仓到收盘 收在最低点8925点 从进去到收盘 各位是不是已经41点了 但是我们放的眼光更大 如果它真的呈现的是一个阴线吞噬的话 我相信41点绝对不是这一笔单 它最终的结果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你听得出来 阿豪老师跟你说的意思 喂 在这之前 阿豪非常的保守 因为他就是在走震荡 所以阿豪每天都在节目上提醒你 在市场没有火力 没有全面熄火之前 不可以火力全开 所以在过去的这段时间 尤其我们中华财经台的观众朋友 你会看到阿豪老师 你好像每天都很小心在布局 我们知道你在做什么 可是我们发现你很小心的 在找那个切入点 7月19号 阿豪的切入点是什么 高档收量的必有低点 8890必破 隔天我会做什么 隔天7月20号8920放空 既然我知道这是一个赚钱的点位 我可不可以先把它捆起来 可不可以先把它捆起来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蓄积手头上的资源 如果这个礼拜你很仔细在收看老师的节目 你就会知道我是多么小心 而且有计划性的在布局 40点可以先把它捆起来吗 捆起来 只有这40点吗 好在做什么 在蓄积会员手头上的一个资源 因为我们要用短线价差 所累积到的这些资源 用市场上赚到的这些钱 用来赚更大波段的钱 上个礼拜不也是一样吗 7月12号告诉你 高档收量的币有低点 8761点必破 那隔天我会做什么 隔天7月13号我会做什么 8789就更加扛啊 8789就更加扛啊 8789扛下去了 跌到8739可不可以先回补 获利先回补一半 另一半手停力8766 各位50点可以先把它捆起来 50点可以先把它捆起来 我相信这个是我们中华财经台 但忠实的观众朋友 即便你是刚刚看到阿老师的节目 你会觉得阿老师你真的做法跟人家不一样 你不会跟人家一样 我每天都是在那边吹嘘 那些不是绩效不使绩效 你是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 你整个作战的轮廓 包括你告诉我们高档收量 必有低点 那简直就是赚钱的点位 你都不尝试的告诉我们 只是我们还在验证 万个不可以跟上你的脚步 所以错过了很多机会 各位跟各位分享一个经验 大家都有到火车站搭车的经验嘛 比较早期的火车 比较早期的火车 它火车上是没有冷气的 所以大家会在车站那边等吹电风 等到车快开的时候 大家再上车然后就直接开 那是最爽的对不对 因为你不会在上面等很无聊又很热 可是各位如果有一种情形 你吹电扇你在观望 你观望的太久了 结果那个波段的列车已经开出来了 你在月台上你会有什么感觉 同样啊 如果说你在这一段时间 你收看阿老师的节目 你都知道阿老师在逮的是一个超级大波段的时候 如果这个超级大波段 阿老师要全力火力全开的时候 你还没有跟上车的时候 当这个波段列车一旦开出去的时候 你会不会是这个市场上 我们期开得胜最闷最闷的那一群观众朋友 所以各位朋友 你在观望 不得快 当时 行情什么时候发动 我一定带领我们全力的会员 全力火力全开 现在阿老师的 要跟阿老师并肩作战的 开盘前 拨通电话 手续办好 火力全开 下个礼拜开始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家证券 无当真材物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自负投资人应独立则 感情整容手材 每天拼当冠 用生互和天地玩玩吃 这样才不断 参照我们不用油的材 更疼痛 也感觉还在水澡里面 就像顾章顾过几年 感情这也能让我们吃水滴 这种的开心无比拐 都可有休息之后一杯要补入彈 明天才会开心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负得投资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负得投资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负得投资 就是good 02-2578-3000 好妈妈用心即用鲜 每天轻松享用健康美味的鱼料理 庆祝好妈妈 以时周年庆 全省各大麦场均有促销活动 欢迎全购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负得投资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负得投资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负得投资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夏恩英语百分之百外师授课 英语听说读写 No problem 夏恩让孩子与世界更接近 全国 负负负负负责